還是有沒有辦簽唱會有沒有覺得很緊張 超緊張 超緊張看到你更緊張 很緊張真的怕 真的怕 因為我看很多人對面上面都有讚人 今天就 有讚人 對 最主要是唱歌 看能不能就是 更自在 今天算是蠻自在 又有諷 反正有提斯基嗎 剛剛反正是說你有偷看 有啊 我還是 我其實 在家裡練了很久了 反正想說今天 有沒有都沒關係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結果今天還是有了 那就蠻看嘛 不然 花那個錢沒有看也是白花 可是剛剛台下的粉絲真的就是有在一起唱 有沒有覺得很感動 有耶 才退出一個禮拜 對啊對啊 然後 心裡有說不出了很多種的感受 因為真的 自己尋找一段對唱歌的這個 喜好跟熱忱 沒想到他們依然就是不離不棄這樣 這一點是讓我真的很 波心 然後很欣慰 然後也很謝謝他們 他有點Care號碼牌只有發五百讚 等一下 對 我想說今天那個群組 我們有宣傳人群組就說 欸五百號發完 我說好那大概就是五百個人吧 結果還有 因為會有粉絲在私信留言說 他們沒有拿到號碼牌這樣 我後來才看到 就比較放心 這樣子 對 然後希望他們這次之後 可以再多發一點號碼牌 哈哈哈哈 很在意 有一點 不過有時候因為都沒有人通告 所以剛剛看到花野菜的那個 我完全都不知道在幹嘛這樣 我是希望以一個這個 很自然的狀態再走通告 因為有時候太Sale 有時候 比較不好笑 然後也比較不好玩 這樣子 所以滾翔那一趴也是 完全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不怕嗎 就是突然就是 會不會被整骨 被什麼 被整骨 然後在台上會很尷尬嗎 不怕 不會啊 我是大風大浪 被整也整不到我 對 然後就是很 順其自然的跟粉絲玩 也蠻不錯的 因為很久沒有跟他們有這樣的互動 所以你確定宣傳不會 你這樣講 宣傳下次不會拿恐怖箱出來嗎 恐怖箱喔 欸我真的會怕 我真的會怕 對 如果拿恐怖箱也只能硬著頭皮上 對 那可能下次就是囉 好啊 來來來來 都來 剛剛說那個滾頭沒有睡 但那個Post馬上睡間 三點拍就結束了 哎呀你也知道經驗多了嘛 哈哈 在廠上拿包面的經驗啊 躺床啊 你每天睡覺也睡了三十多年了 每天都有不同的姿勢嘛 對 旁邊都有人嗎 這麼自然就有回憶 哈哈哈哈 旁邊有一些網偶跟幻想的人物嘛 哈哈 所以有拍嗎 有拍什麼啦 你不要再亂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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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亂問了 OK 所以是有陪本知道 新大學拍畢業招 因為我們是為你考上研究所 因為我們是為你考上研究所 這一個 我很怕無人子弟啊 就是 確實有許多的外地的學生 都很願意來到台灣讀書 是因為自己的偶像 然後我自己身邊也經歷過三四個吧 然後他們結果都還蠻努力的 就是有讓我比較放心的 尤其是最近接觸的這一個 他是原本大學就想來了 然後家裡反對 但他就是憑著自己的實力 把大學讀完之後 因為就是長大了嘛 這個研究所他就可以自己決定了 他就才毅然決然的決定到 台灣的世新大學研究所來讀書 我覺得這個過程 多繞一點路不一定是壞事 至少他們在我身上 學到了毅力這件事情 然後學到了為自己做主 只要是好的事情 會自己做主是沒有關係